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年演绎父母的车祸 发生擦撞的货车司机 姓沈 对 当年在当地警方的调解下 我们和运输公司 打成三方协议 协议书就是我签的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 对方司机的名字 沈洪良 沈 沈洪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年他有一个女儿 名叫曼宁 我对曼宁 是真心的 但是越真心 就越绝望 就导致吧 不 你不能怪曼宁 十七年前 他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你不能因为父母犯了错 就全部要求他来承担 他 真的是你做的 我 我只不过是想做一个合格的男人 救回我自己重病的妻子 但我没有想到 他的医疗费 会是那么大的一笔开支 他的病 只能去最好的专科医院 找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去了国外 他们跟我说有一个国内的朋友 想骗国外的保险公司 说我 只需要开小货车 去擦撞一下 就可以帮我找到那个最好的医生 那天 我开着车 跟了那辆车两三个小时 我倒是想 只是骗一骗国外的保险公司 在一个大碗的时候 才下定决心 你撞了他们 不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当时并不知道车上有一家人 你冷静一点 你要恨就恨我一个人 你要算账也冲着我一个人来 只求你不要伤害曼宁 走 星成 爸 你们 你们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你们 我 我去看一下 万宁